学习威士忌,最快的方法除了参加培训 就是参观一场专业的威士忌展 那么最专业的威士忌展在哪里呢? 伦敦的Whiskey Show,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023年10月1日,我们再次来到世界金融之都伦敦 看见吗?我们现在就在London Bridge伦敦桥上 灰溜溜的天气有点阴凉 这是喝威士忌的好时候 相片右手边就是著名的Tower Bridge,塔桥 而左边那栋黄黄的建筑,Old Building's Gate 就是今天的Whiskey Show,英国最大的威士忌展举办地 威士忌展共连续三天,每天都要分别买票 我会建议大家最后一天参观 因为你提早半小时到达的话,排队还能看到门口 如果是前两天,嘿嘿 这是从河边弯到内街,再弯到大街上的队伍 还一眼看不到头呢 当然,如果是超级粉的话,必须连进三天 其实排队也不会太辛苦了 除了可以和全世界的各种酒友聊天 可以随便的镜头自拍,到处都是景 瞧瞧,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碎片大厦 进了门口,领了酒杯,餐券,嗨包券和威士忌兑换券 我们就可以尽情逛了 逛什么好呢? 一般人会找那些好看的,漂亮的,高连份的瓶子 比如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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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看看还是可以的,反正又没得喝 先看看有什么牌子好吗? 麦卡伦,Benromark,Alberfeld,Granalaki,格兰塔,Granmory, Tandu, Tomartin, Benriak, Lafoyke-Bomo,Granfagas, Tominto,Grancadan,Dinston,Bunnerhaven,Tobermory,Granfayde, 我仅仅举例了一些苏格兰威士忌的品牌 其实还有很多英国其他产区或世界其他产区 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有些朋友喜欢花巨款听大师班 这里有清单 一般要提早订票的 有些朋友喜欢公共空间的免费大师班 多联心得 其实现场比较吵 不过是用来休息一下腿和胃还是不错的 其实来到威士忌展 一定要注重一些平常很难得的体验 比如喝一些特别的威士忌 好像今天这款英国消失的威士忌厂 Roseband 31年 是我今天品尝的冠军 鱼香绕梁三日 滴滴之王名不虚传 关键和厂家代表聊开了 他会用手机偷偷告诉我 Roseband还有几个月就复兴成功 正式开门了 哇塞 好帅气的厂房 更多小白如果喜欢甜美的感觉 可以试试Openate威士忌 葡萄牙波特筒版本 Puipota 完美 新西兰的Thompson威士忌 搭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Maluka蜂蜜 甜美之鸡 喜欢日威的 不要只知道Sandy or Nika 日本的富士威士忌 也展示出另类的日本富士Single Brand 单一调合威士忌 日本唯一 世界唯一 首席调酒师Jota Tanaka 捧起他的时候 像捧起自家孩子那么自豪 手里有点闲钱 拿着一千几百磅 买瓶威士忌 还不如直接买个厂 Glan Vivis 这家独一无二的众筹威士忌厂 绝对能满足你想当老板之心 原来就喜欢甘义的朋友 可以在威士忌展里面 找到那些勇敢的老牌甘义 比如A1Door 还有他旁边的法拉宾 技术控的爱好者 一定要来到世界纪录的 天使分享之最 这款以色列威士忌M&H 听说最近已红遍威士忌圈 其实远在多年前 首席调酒师 托马还寂寂无名 刚出道时 他很谦逊的拿给我 他那仅仅八年统成的 奶油丝滑 蜂蜜甜美 当时还不能叫威士忌的威士忌 我已经告诉他 他的产品 我看行 每次相见 都是他秘密分享的时候 这次他告诉我 他得奖的秘诀 可不是对外公布的天使分享 什么达到10% 而是最特别的达到25% 温馨提示 不少粉丝是不知道威士忌展是包餐的 虽然是快餐 但中间补充一下能量 而且味道还挺不错 关键绝对不是大家心目中那种美食沙漠的阴餐 好了 威士忌的世界很美 CV仅仅提供一些信息 供大家参考 欢迎以各种形式 敬饮或嘉宾 独饮或众乐 以你最喜欢的方式 进入丰富多彩的威士忌世界 See ya 谢谢观看